这一次配备了一块 朋友们你说这是什么个事 你们来猜一猜这双是谁的签名鞋啊 比欧文的时针鞋重心还要低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海沃的第五代 这一次的五代我觉得设计比之前还要更简洁一些 外观是更加的流畅了 而且这次重心之内压得非常的低 那么依旧是全掌弹技科技 它居然比当家的欧文一代重心还要更低 你们说这是什么个事 而且这一双鞋子基本上也是一个不限量的 按之前来看的话货量还是会非常大的 而且整体的外观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是后跟安踏logo的这个设计 我真的是相当喜欢 这个配色安踏的这个logo电镀的这种质感真的帅 来看一下大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配备了一块超级大的碳板 一型环抱式的TPO 可以看到直接延伸到了前掌 抗扭系数做的还是非常OK的 但内侧也有夸张的这种上翻 那鞋底的纹路这次设置的相当的出招 打外上的话肯定是没啥毛病 上脚试穿了一下 这次重心要比欧文一代低很多 而且启动的感受也会更好 不是那种肉肉的感觉 但科技相当澎湃 鞋圈方面别担心了 只有GH35穿不进去 四代和五代的这个鞋面都是相当优秀的 做的很宽敞 翻脚适配进去 没什么毛病